政府建議修訂社工註冊條例 被裁定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 都不能夠擔任註冊社工 盧福局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說 如果容許被裁定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 履行社工職務 會損害社工的專業形象 因此建議將危害國安罪行 納入社工註冊條例付表2 包括達不不限於 港區國安法列明的4項罪行 確保干犯國安罪行的人 不能夠擔任或者繼續擔任註冊社工 當局計劃在下屆立法會會期 提出有關修訂